在《斗罗大陆》中,蓝银草是最普通的植物,但是蓝银草的进化版蓝银黄却是最顶级的植物系魂兽,而唐三觉醒的就是进化版的蓝银草舞魂。 在动漫更新的剧情中,唐三进行舞魂觉醒,从蓝银草到蓝银黄需要这三个条件,第三个让唐三心疼,第一个蓝银王引导,蓝银黄拥有的血脉之力并不是天生就有的,而是需要后天觉醒,而蓝银王的存在就相当于是引导作用。 在唐三到来的时候,蓝银王已经有8万5千年修为,是这个世界上仅次于唐三的蓝银草,在蓝银王的加持下,唐三吸收了众多蓝银草的力量,不仅血脉觉醒,还直接拥有了第五红环。 第二个,五十级红芒的实力,觉醒血脉需要有一定实力,不然很早之前,唐浩就会带着唐三去觉醒,从剧情来看,五十级红芒就是一个前提条件,毕竟七十级就要开启五魂真身了, 所以五十级到六十级是一个很关键的等级,如今唐三的魂力已经达到了五十二级,已经具备觉醒成为蓝银王的第二个条件,所以唐浩才会带到此地。 第三个,前任蓝银王陨落,从蓝银王的表述中,可以得知这个世界上同时只能存在一个蓝银王,只有上一人蓝银王陨落,才会出现下一人蓝银王。 唐三虽然是人类,但体内缺乏阿银的蓝银王血脉,因此呢,如果要觉醒蓝银王,那阿银就必须要陨落了,因此这个原因是唐三最为心痛的,如果可以选择的话,唐三宁愿不觉醒这个血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